大家好,我是别远,又来了 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移民的事 玩这个YouTube呢,已经有一个半月了 这段时间呢,有幸认识了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都深受启发 十分感谢你们的鼓励 虽说我们从未谋面,但是这一点小小的互动啊 让我觉得,就是人类啊,还是有希望的哈 虽然我现在粉丝很少,但我会继续努力的 有句话啊,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就是在国内啊,就你说什么都有一帮人喷你 但是在YouTube呢,就是连一些来自大陆的朋友的留言啊 都是很有善意的 至于其他地区的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台湾的、香港的、还有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 都是很有善的 偶尔呢,有一些不看视频啊,上来就喷的 但是,说实话,我承受得住啊 就是你们的力度和国外的比啊,还是差一点 所以总的来说啊,我挺喜欢YouTube这个环境的啊 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呢,花的时间也不多 每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挺开心的 今天呢,再来说一下啊,这个移民的事啊 因为啊,最近后台啊,经常看到有朋友留言啊 就是,都是很善意的啊,让我润出去 是吧,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些朋友还说让我赶紧跑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过说实话,听完大家的鼓动啊,我是有点心动的 就是毕竟出国这件事啊,我还没怎么做过 以前去泰国玩过一次啊,我觉得挺开心的 是吧,泰国很多好玩的地方 唯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那个去打枪的时候啊 有点省钱了是吧,我不应该省那个钱的 没打痛快,是吧 说不定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摸枪了 不过呢,我当时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周围的人都是来服务我的 所以我当然觉得挺爽 因为我当时是和老板一起去的嘛 不是那种跟团游啊 就是全程的路线都是自己订的 然后导游也是自己找的 就行程安排的比较合理 每天早上十点都出发吧 去那个寺庙啊,也去海上玩了 还去买东西啊,有七大象啊 不过说真的,泰国真没什么好吃的 一路上呢,也听那个泰国导游吹牛逼嘛 反正呢,每一天都觉得很快,很快就过去了 晚上回到民宿了 那个楼下就是马杀鸡啊 然后再感受一下那个泰式按摩 但是呢,这些都是消费啊 当然开心啊 就是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在那生活工作 比如说孩子在那上学啊 老人在那养老 不知道会不会也这么说 我也上网查过啊 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几个移民国家 就是中国人比较多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还有日本啊,最近好像也很火 这些啊都是发达地区的国家 先不说语言障碍啊 就说移民的费用啊 好像都不便宜 最低啊,两百万人民币起步了 就是那可是现金啊 就是这个钱说实话 对我这样的上班族来说 绝对是一笔巨款 我说说话,我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除非我早生个十年 就是在大城市里边早点买房 然后靠好,靠那个房子变现啊 一年,一把几百万 是吧,那还差不多 你现在的年轻人啊 谁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啊 富二代是少数嘛 而且呢,我当时还只是去个泰国 就是不那么发达的地区 我就觉得啊,没钱的寸不难行 你更不用说那些欧美 那些高消费的那个发达国家了 我觉得啊,那个资产没有个几千万啊 就算真的移民过去了 每天也是会很焦虑的 是吧,如果移民过去了 还要上班的话 至少也得两三年适应吧 而且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你要是再有孩子的话 还得操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是吧,那焦虑的问题就多了 更重要的是你 你受得了那种枯燥的社会关系吗 就是再也不能走亲戚了 再也,就是说你的朋友啊 身边熟悉的人都没有了 邻居都是外国人 你跟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交流 就这样的生活啊,我是OK的 是吧,我可以几个月不出门 每天在家里做做运动啊 看看电脑,是吧 陪陪孩子 但是大部分人不见得受得了这样的生活 当然了,最让人焦虑的就是 孩子教育问题,真的 就说那个,就算中国人啊 移民过去了 周围也都是中国人 是吧,到处都是东北味 我就在想 就是这涂啥呢 是吧,移民过去了 你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啊 加上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 就相当于把一棵从小啊 在中国贵州山区长大的树 连根拔起 是吧,种到了美国西部的大平原上 那个树还好 不会说话 但是人不行啊 人一定要有精神生活 是吧 我最近做YouTube呢 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那个华人博主啊 但是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在海外 是吧 做的节目呢 也都是给中国人看的 是吧 毕竟外国人 谁关注他们呀 如果说移民过去啊 你说可以敞开嘴巴说话 然后靠这个挣钱啊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但是你要说扎根在那里生活啊 我觉得这个事啊 没那么简单 就算我有点钱啊 我也一定会再三深重的考虑 很多年前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他在中国当外教啊 他中国说的非常棒 就是我说的话 他大部分都能理解 然后我就发现 他对于中国的那个小吃啊 美食啊 很在行 当时我们是在四川认识的 四川大家都知道 火锅干锅串串香 还有米粉什么 真的是特色啊 这些东西啊 我这辈子都吃不你 那个日本人也是啊 经常跟我说麻辣麻辣的 很好吃 但是自从我离开四川以后啊 我在中国的其他城市 比如说青岛 武汉啊 深圳啊 就这样的 就是城市啊 同样的是招牌啊 同样的四川招牌 味道都没有四川的乡 所以我现在很早出去吃火锅 是吧 吃惯了地道的四川火锅和川菜 你再去别的地方吃啊 就感觉自己被骗了一样 我现在都是自己买火锅料在家做 但是也不行 是吧 那种老油火锅必须要到店里吃 所以我现在想啊 就是啥时候啊 带着老婆一起 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四川 是吧 我老婆的口味和我差不多 让我带着尝一尝那个味儿 因为他天天听我在这吹啊 也想见着见识 后来那个日本人回国了啊 我们还在微信上聊天 看得出来 他还是挺想念中国的 就是说中国的好事很多 所以啊 也不都是钱的问题 对普通人来说 就算勉强移民过去了 就你的幸福指数到底能升高多少 是吧 就吃这个方面 我估计是要下降一大截的 是吧 我没有去过国外生活 所以不知道 比如说去买菜啊 去买那个生活日用品和中国比 到底是个什么区别 我只能说着我知道的 我能想到的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吧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很有钱 是吧 不算资产啊 就是说光说现金啊 能有个几千万上亿的话 说实话啊 全世界你住在哪里 幸福指数都会很高 是吧 毕竟这个钱的话 你基本上在全世界都是你家了 你想住哪住哪 如果说你只是加上资产 有个上千万的 比如说北京上海有套房 是吧 你就算真的润出去了 估计那个时候钱也花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不就得操心找工作啊 上班啊什么 一切从头再来 当然这样也可以啊 毕竟听说那个去国外刷盘子 一个月也都有一两万 估计生活是没有太大问题 我只是在想 你折腾这么遗留下来啊 你如果啊 还是停留在你以前那个阶层 甚至还下滑了 这真的值得吗 是吧 你家里人不会抱怨吗 你自己就一定不会后悔吗 特别是移民到欧美的中国人 欧美国家虽然福利很可业 但是人家那个社会模式都固定几百年了 是吧 该站的坑大大小小都被人占完了 就你确定你还能像在中国一样 就是混得风生水起吗 什么我这样说啊 不是为了攻击一名否定一名 是吧 我是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考虑这个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风险都想到 是吧 其实啊 我这想的还不是最坏的 我还没把那个最极难的情况 说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毕竟这个世界就是离家车马云还是少数是吧 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家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啊 特别是那些有点小钱的中产朋友们 如果你真的要移民 最好先解决工作问题 就是有一个持续的现金流 否则过去啊 钱花完了 怎么办呢 你说在当地找工作吗 还是到时候和家人两地风剧啊 是吧 两头跑 生活在欧美啊 就是工作在中国 是吧 那你还不如不如啊 你真想去哪个国家 每年出去旅游住几个月 是吧 何必折腾这么大一圈 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不自由 我没去过国外哈 我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由 但是我自己感觉啊 在中国 除非你天天在这骂政府啊 确实没这个自由 除此之外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很自由的 教育和医疗呢 也还可以 一般一个三线城市都很不错了 而且地大物博是吧 有个车你到处跑 真的很自由 虽然中国也有一些问题啊 我觉得主要是人的素质问题 这一块确实挺让人图腾的 因为我有了孩子以后 对这个社会的素质啊 对别人的素质要求 就提高了很多 发现了很多问题 还有就是房价高 税费高的 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行吧 你想花钱 有花钱的活法 不想花钱 有不想花钱的活法 毕竟中国这么大 你拿不到北京户口 是吧 还是有退路的 当然了 我也特别能理解那种 就是说为了纯粹的自由啊 有勇气走出去的人 我在没有生孩子之前 我也想过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没办法了 家里一堆老人 是吧 老婆马上生二胎了 我现在不敢折腾了 所以我上面说的那些话呀 不是说要否定移民这个事儿 我是很看好移民的 是吧 我支持中国人多往外走 最好全世界哪儿 哪都有中国人 就是我也很佩服那些移民的朋友 就如果有机会了 我也说不定 就想尝试一下 是吧 但是我应该不会去欧米这些国家 非得选一个的话 我真的 我考虑过去台湾 虽然我对台湾的移民政策 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对台湾挺感兴趣的 虽然台湾有那个台独 有黑社会 有各种问题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台湾在各方面 都可以说是华人世界的天花板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